下面我们开始刷机 NX30 Pro刷机还是非常简单的 它的原生系统默认就开启了TeaNet 我们利用TeaNet来刷机 刷机教程由N3237大佬首发 我是按照它的教程来给大家演示 首先要保证路由器正常联网 然后打开MobarXton 点击第一个 然后点击TeaNet 输入IPD值192.168.124.1 端口改为99 然后点击OK 用户名是大写的H3C 密码是我们设置的后台密码 我这里设置的密码是12345678 输入密码的时候是不会有显示的 然后粘贴第一条命令 这部操作会连网下载一个程序 然后粘贴下面一段命令 再按一下回车键 下面就不需要TeaNet 我们把它关掉 然后点击第一个 SSH 还是输入IPD值192.168.124.1 点击OK 用户名还是大写的H3C 密码也是后台的密码 接下来我们打开TMP文件夹 将小分区的U-Boot拖入进去 然后粘贴命令刷入U-Boot 下一步我们需要进入我们刷入的这个U-Boot 进入U-Boot方式是将网卡的IP改为固定IP 修改IPv4的 将IP地址改为192.168.1这个网段 然后断开路由器的电源 按住路由器的Reset按钮 给路由器通电 大约坚持10秒钟 然后通过浏览器打开192.168.1.1 进入U-Boot后台 进入U-Boot后台之后 我们先刷入小分区的固件 点击Update 之后我们再把网卡的IP地址 改回自动获取IP 然后等待大约两分钟 路由器会自动重启完成 然后在浏览器输入192.168.6.1 打开页面 默认的密码是Password 就可以登录到新固件的后台了 这个固件虽然是小分区 但是里面自带的软件 已经足够绝大部分人使用了 大部分人刷到这里 其实就可以结束了 可以试用一下这个系统 如果有不满意的 再刷大分区 我后面继续演示 大分区的刷入方法 如需要的话 可以继续往下看 首先将网卡改为静态IP 进入小分区的U-Boot 刷入大分区文链夹的过渡固件 然后等待大约两分钟 将网卡改为自动获取IP 然后进入过渡固件中 备份一个文件 选择config 最下面这个 然后点击备份mtd 备份出来的文件大约50兆 为了操作的一致性 我们继续使用MobaX10 通过SSH连接现在的新的系统 点击第一个SSH IP地址是192.168.6.1 用户名是root 然后我们还是进入TMP文件夹 将大分区的U-Boot 拖入到TMP文件夹中 然后输入命令刷入大分区的U-Boot 之后还是一样 将网卡改为固定IP 同样的方法进入大分区的U-Boot 然后将大分区的固件刷入进去 等待大约两分钟 将网卡改为自动获取IP 然后输入192.168.6.1 密码还是password 就可以进入大分区固件的后台了 完美的刷机不仅要能刷成第三方系统 也要能刷回去 下面是刷回原厂系统的方法 刷回原厂系统 首先是要刷回小分区 然后在小分区的基础上 刷入一个过渡固件 然后通过过渡固件 将自己备份的config文件刷入进去 之后再在小分区的U-Boot里面 刷入原厂固件即可 如果第一步 你没有刷入大分区的固件 直接是用了小分区的固件的话 那么直接在小分区的U-Boot里面 刷入原厂固件就可以了 下面是操作演示 首先通过MobaX10 连接目前的系统的SSH 连接进去之后 进入TMP文件夹 将小分区的U-Boot拖入进去 然后输入命令刷入小分区的U-Boot 然后改网卡的静态IP 进入小分区的U-Boot 刷入过渡固件 然后等待大约两分钟 将网卡改为自动获取IP 然后我们连接过渡固件的SSH IP地址依然是192.168.6.1 账号是root 密码是password 进去之后 我们将config文件修改名字之后 考入到TMP文件夹 之后输入命令刷入config文件 之后我们再将网卡的IP改为固定IP 然后进入小分区的U-Boot 刷入原厂的固件 然后再叫网卡改回自动获取IP 之后大约等待两到三分钟 就可以打开原厂固件的后台了 如果三分钟之后还进不去 那么建议你把路由器重置一下 重置的方法是长按reset按扭8秒 之后再等两分钟 肯定就可以进入原厂的后台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